各位同学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统计学的时间 那今天我们要学的单元呢 叫做变异数跟变异数的特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先看不连续的随机变数 它的变异数 那我们先讲变异数之前 我们先看期望值 那期望值也就是平均数 那主要在衡量 那个随机变数 它的中心位置在哪边 所以μ等于1x 就等于x乘上x发生的几率 就是一个加全平均 那除了知道这个随机变数 它的那个分配的中央位置在哪里以外呢 另外我们想要知道 它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分散程度 那资料的分散程度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变异数来测量 那变异数的话 就是sigma平方 也可以写成VAR刮弧x 就代表变异数 那变异数呢 以前我们有没有讲过啊 就是在测量每一个x 每一个x到平均数μ 平均的平方距离 这个前面这个1呢 就是期望值 也就是平均数 那这边x减掉μ就是距离嘛 然后平方的距离 所以把它平方 然后平均的平方距离 然后我们对应上面一下 对不对 上面我们再算 1x就是summation x乘上几率 那下面 下面这个公式呢 我们就把x换成x减μ的平方 所以展开的话呢 就把刚才那个x地方换成 x减μ的平方 也就是summation x减μ的平方 乘上这个几率Px 那这个呢就是变异数 然后把变异数开根号以后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标准差sigma 好 那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变异数是测量x到平均数的平方距离 这个就是变异数的定义 有没有 这个就是期望值就是平均嘛 这个是距离 这是平方 平均的平方距离 这是定义 好 那用定义来算这个变异数的话呢 比较不方便 好 所以我们会把它 把这个公式呢 把它展开 好 最后我们会得到一个首算公式 那展开的话 你就把这个x减μ平方 先乘开 就是x平方 减掉两倍的μx加μ平方 然后再取期望值 好 那那个μ是常数 所以就把它提出来 减掉两倍的μ乘上x期望值 好 然后加上这个μ平方 μ平方的期望值就是 μ平方就是常数 常数的平均数就等于它自己 好 那刚才那个x部分呢 换成平方 x平方乘上px 好 那这个呢 我们也称它为二阶动差 好 所以呢 我们到时候再算那个变异数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好 summationx平方乘上px 再减掉平均数 μ的平方 好 那前面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 不连续的随机变数的变异数 那如果是连续的话呢 我们就把那个刚才那个 加总的符号呢 改成积分 好 然后把那个小写的ps 改成我们的几率密度函数fx 好 那这边的话 这个积分呢 已经超过我们这个课程的范围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省略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变异数的范例 好 那这边的话 x代表过去五年换工作的次数 好 那我们换工作次数呢 就012345 然后下面呢 就是那个 好 它的比例 0.3 0.4 0.2 0.05 0.03 0.02 好 那现在它说求换工作的 换工作次数的变异数跟标准差 好 那我们先把上面这个表格呢 把它写成一个几率结极函数px 然后呢 这个是几率结极函数的那个图形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在算变异数的时候呢 会用到平均数 所以我们 好 再复习一下平均数就等于1x就等于x 好 summation x乘上px加起来 那就是0乘以0.3 加上1乘以0.4 加2乘以0.2 加3乘以0.05 加4乘以0.03 加5乘以0.02 好 算出来是1.17 就在这个位置 好 所以过去五年呢 有的人换工作次数比较多 有人比较少 平均1.17次 好 接下来我们来算变异数 好 那算变异数的话 我们这里用到 summation x平方乘上px减掉平均数的平方 好 所以我们在算的时候呢 是x平方哦 不是几率平方哦 好 所以就是 0的平方乘上0.3 加1的平方乘以0.4 加2的平方乘以0.2 加3的平方乘以0.05 加4的平方乘以0.03 加5的平方乘以0.02 然后加起来 还要记得减掉 平均数1.17的平方 好 得到呢 1.2611 那这个呢 就是变异数 好 有了变异数以后 我们再把它开根号 开根号呢 得到1.1230 好 所以过去五年呢 平均换工作的次数是1.17次 标准差呢 是1.1234 好 这个就是 那个换工作的那个范例 好 那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呢 变异数的这个特性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特性 好 x是一个随机变数 它的变异数叫 sigma x平方 然后y是另外一个随机变数 好 y等于a乘上x加b 那这边a跟b是常数 好 那你可以把它想象呢 x是其中考的成绩 对不对 然后呢 老师说呢 我们要把每一个人分数调分 每一个人乘以2分加3分 好 那假设调分前的变异数呢 是 好 假设调分前变异数是10 那调分后的变异数呢 是多少呢 好 我们看一下 y的变异数就等于a平方乘上x的变异数 好 那为什么会有平方呢 因为变异数的定义就是 每一个x到平均数 平均的平方距离 有没有 好 所以这边有平方合理啊 然后后面 好 后面那个 b的部分怎么不见了呢 那个b呢 是常数 好 那常数的话 它不会变动 好 不会变动 它的变异等于0 好 所以那边就 加上0就不见了嘛 好 所以y的变异数就等于什么 a平方乘上x的变异数 好 那这个就是 第一个变异数特性 那y的标准差呢 好 y的标准差就是 a的绝对值乘上 x的标准差 好 因为这个a平方开根号 就正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特性 好 x是一个随机变数 它的变异数叫 sigma x平方 y是另外一个随机变数 它的变异数叫 sigma y平方 如果x跟y独立 然后z是另外一个变数 z等于x加y 则z的变异数就等于 x变异数加y的变异数 好 就跟你想的一样 对不对 两个数 两个随机变数相加 它的变异数呢 好 如果这两个随机变数 独立 它的变异数就各自相加嘛 那 z的标准差呢 这边要小心哦 不是x标准差 加y的标准差 是两个变异数 加起来后再开根号 懂不懂 好 z的标准差是 x变异数 加y的变异数 加起来叫z的变异数 然后再开根号 才是z的标准差 好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上到这边